抖音違反在台成立分公司已被台司法偵辦 據台媒當地時間18日報道,台灣陸委會強調 行政院專案小組於12月9日發現, 國內業主是認為中共短視頻平台抖音在台違反從事業務活動 以立即積極主動查處事源刑事犯罪犯案 以交由司法機關依法偵辦中,今年11月 致致跳動台灣股份一行公司在台中市核准成立 上週更積極招兵買馬,預計招募近20名員工 據台灣相關條例規定,中共國網絡社交平台服務義 不得在台經營相關業務 陸委會日前多次強調,抖音是境外網絡平台 在台不得設立營業據點,但致致跳動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可能在台中市完成工商登記成立 陸委會表示,有媒體揭示,該公司疑事不經致致跳動公司 台灣分公司為抖音國際版在台灣從事業務活動 以違反了相關條例,近年中共運用短視頻 對其他國家進行了認知滲透,並且還為中半國 政府收集使用者資料的高度風險,並引起各國的重視 並採取相關反制措施,台灣政府基於資訊安全保護 隨意重新禁止政府部門使用中共各國的手機應用 或將與相關主管部門研究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 並持續透過酸道群化各人使用網絡安全意識 以達深化對網絡媒體訊息的識讀能力 footnote 過分,不同水 指釋到車子